明天家长会记得让你们家长准时参加 我得好好和你们家长说一说你们的成绩 完了 我这视频眼神多么一致的 我得做别我啊 我就喜欢西游记里的真假美猴王了 我也是 真假美猴王 诶 有了 我可以做一个假家长了 嗯 妈妈 你这孩子怎么乱喊别人妈妈呢 我还是个单身的妙龄少女儿 我知道了阿姨 你能不能假装我妈妈去参加我家长会啊 我年纪轻轻的去演你妈妈 这是不愁 倒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主要是我这人吧 从小就喜欢演妈妈 第二天家长会 小美的成绩还要继续加油啊 是是是 麻烦老师了 我以后一定会多加多醋的 下一位家长 诶 这位家长 您看着眼怎么这么深呢 您是 我是 我是那个 那个蘑菇头的妈妈 啊 原来你就是蘑菇头的妈妈呀 可算是回来了 看看蘑菇头的成绩 已经快要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了 没事 反正我也只当她一天妈妈 啊 你说什么 嗯 没说啥 我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家蘑菇头开开心心的就行 不需要做好的成绩 以后她要继承家业的 这可不行 继承家业也得有文化去继承 啊 用不着 我儿子活得开心最重要 唉 不过你咋还有心思改这儿闹呢 家长会你看完啊 什么 家长会 你这死孩子 开家长会怎么不和我说呢 还是在路上见到扫梅妈才知道 唉 完了 东北仪来了 不好意思啊 黄老师 我知道了 蘑菇头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了 没事 蘑菇头的妈妈已经在这儿了 你不必再来一趟 蘑菇头的妈妈 不是 你是谁啊 我嫂子可不找你这样 东北仪你胡逗了吧 她就是我妈妈 不可能 你这孩子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连自己妈妈都不认识了 黄老师 她真不是蘑菇头妈妈 她就是我妈妈 我自己妈妈我还不认识吗 好了别吵了 我到底可以相信谁的话 姐妹们 刚刚我过得怎么样啊 唉 大雅你回来了 我等我一直在走亲房里可开心了 本公主还行吧 说 给你们带个粽子啊 你也带粽子来小妹 东北仪也包了好多粽子 让我带过来给你们吃呢 谢谢大雅 谢谢小妹 我真爱吃粽子啦 别说本公主占你便宜啊 我和你换去吃吧 嗯 真兴 嗯 这是人间美味啊 我上辈子 估计就是个粽子吧 那是当然啦 我妈的手艺可不是盖的 喂喂喂 奶奶 你这粽子怎么是咸呢 好难吃啊 啊 难吃 东北仪还特地在里面包蛋黄和猪肉呢 包蛋黄和猪肉 这不就是酱油包饭吗 你们这些吃咸粽的人 嘴巴就是雕 盖椒饭还得包在叶子里面吃 家里是没碗了吗 你说话太过分了 你家里才没碗呢 我从小到大都是吃咸粽子 这让我尝尝你这粽子 嗯 你这甜不辣植的怎么吃啊 你怎么说话呢 那个是我妈特意包的 你们这吃甜粽子的也真是气泡 喝个八宝珠还非得用叶子包着喝 你不也家里没碗吗 我呀 咸粽子给狗 狗都不吃 小梅 气泡才吃甜粽子呢 咸粽子才是万万DS啊 胡说八道 粽子就是要吃甜的 你这粽子什么玩意儿 你才胡叫蛮馋的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粽子也得出咸的 你给你家小梅倒粽子了吗 那是肯定了 都是她爱吃甜粽 吃甜粽子 咸粽子 甜的 咸粽子 你们别吵了 我觉得粽子不管甜的还是咸的 都挺好吃的呀 呸 没结合 天仙粽子真的势不了力吗 你们是支持大家的咸粽子 还是支持小梅的甜粽子啊 啊 吃到了吃到了吃到了 小梅怎么还不跑起来啊 洗什么 我这自拍才刚拍几张呢 蘑菇头帮我把包拿一下 我要换个自拍姿势 哎呀 你快点啊 嗯 还好了 我先走了 哎呀 小梅 嗯 小梅 稍微早一点 别卡着点击 嗯 给我站住 扯到一走完站的 哦 嗯 小梅快快快 马上就要排上队了 马上啊 快点小梅 现在就趁咱俩了 晚点就没菜了 再补个口红就好了 你们三把这披萨吃完就快点写作业啊 谢谢东卫宜 小梅 小梅 你是怕怕玉米咬疼了吗 哎呀 你们不懂吃东西就养文文尔雅 慢调思理的 我说不懂我只知道 再不快点 所以就要洗不完了 粗鲁啊 小梅啊 车都在前面等了 就差你们班那几个学生了 不好意思主任 我再催催 你们倒是快一点呀 小梅公主 小梅婆婆 阿弥陀佛 我去你快点行不行 对呀 今天可是全校春游 都在等你一个人 快了快了 我再订个妆就好了 王小梅 啊 小梅这次作业 这能不能改掉 我以后再也不敢和你顶嘴了 我爸爸研究所新研发了一款智能游戏机 这周末你们要不要去我家玩 好啊 你爸真厉害 我也去 好羡慕大鸭呀 能随随便便去一个男生家玩 我长这么大都没去过男生家玩呢 还是我太保守了 什么意思 我不保守 不是呀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那么凶我干嘛 我就正常说话 什么时候凶你了 大鸭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感觉你总是莫名其妙地针对我 小梅公主你别生气啊 大鸭之人从小三门就大 还是模糊的哥哥好啊 好了下课了 我们快走吧 The next day 小梅 你怎么这个造型就来了 哦 我知道了 背眼女鬼对不对 小梅脸上有巴掌印 什么 小梅公主 谁欺负你了 嗯 你看我干啥 三鸭姐姐 这事我能说吗 你说这话啥意思 昨天我下午不就和大鸭你办了几句嘴 你晚上就找人来报复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和你提嘴了 好家伙 大鸭一串人打小梅公主干嘛 不是我 小梅我什么时候打她 估计完我的话让我转笑就行了呀 我这脸都被打肃了 以后还怎么见人了 哎小猪 你们班的小梅是不是有她心理疾病啊 我在监控里看到她在教室走到脚落里 夸夸晒自己大嘴巴子 吓死我真狠啊 爸呀 再怎么说小梅公主也是你同学呀 我 不对 昨晚我明明和班长在图书馆刷题 她哪有做案时间 好了别哭哭啼啼了 我想我已经知道小梅的脸是咋回事了 谁干的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放下路上 竟然又坏了 我最怕坏蛋了 没事的小梅公主 到时候我 浩晨 你到时候保护了吧 没空 我最近在研究危机风 哎 小梅公主 我来保护你吧 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吧 哎 小梅 你们等等我 我也害怕 小梅 待会儿有坏人 你就躲在我怀里 好 嘿嘿 小梅肯定觉得我超帅 哎 什么事啊 小梅公主快保护我 只是一只猫而已 这铁牛真无语 少爷 接一个车就在前面 对了 我把班长找到了 我今天走回去 你先开车回吧 虽然天还没黑 但是总感觉 这条路挂挂的 快点走开 嘘 班长是我 是关浩晨同学 你怎么会 我 我管家的车 今天拿去保养了 所以我走回家 哦 我刚刚感觉 我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 没事 有我呢 哎呦 说 你什么目的 什么什么目的 啊 你没事坏人 不然你打开成这样干嘛 什么呀 我得了皮肤病 医生让我出门做好防腹 不要见光 哎 啊 碰到你们真是倒霉 现在的孩子 继续打这么大 上官浩晨 我们一起回家吧 不了 你先走 我 就跟到你后面就行 免得小梅又说三道四的 啊 上官浩晨 怎么脸通风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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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